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淑婉 华尔街日报 国际版的头版 这张照片一看 其实说呢 这看的是拜登跟意大利的首相梅洛尼 两个人在谈事情 那被媒体捕捉到了这张照片 那同时呢也提 因为本周是联合国 在纽约啊联合国大会登场的时候 全世界还有很多的多国领导人呢 都把视线聚焦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上 当然呢 因为有非常多的地区冲突多点发生 联合国怎么办 能做出什么样好的决定呢 今天很多话题 我们先看国际聚焦 国际聚焦我们看的这件事情呢 就是现在各方都在看 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美国实际上压不住以色列的内塔尼亚乎政府 新岛日报 真主党导弹首射特拉维夫 已动员两预备旅 以及经济日报 真主党证实在以色列习黎巴嫩期间 高级指挥官遭击毙 这两者之间呢 在媒体的叙述上呢 也牵起来并关联 说当真主党证明他们确实有高级指挥官 遭到击毙之后 他仍旧是能够发射导弹 直接指向特拉维夫 意思是表示即便有许多的真主党内的一些领导级的人物 受到了伤害 但是呢 他们真主党还是有能力可以做反击 而与此同时 今天金融时报国际版这张大照片 前面的这一位呢 就是乙军的他的一个参谋长 他呢在这边在做出了一个地面部署的这个对外说 他们已经做好了一个地面部署 要进攻黎巴嫩的之前 他也跟前线士兵去说 说你们随时都要准备好 要进入地面 所以这个被视作呢 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布局 但是前提是 他们做好了计划 但是怎么样会去实行呢 所以就是看美国是否压得住 所以看美国的动态 而现在呢 他们在做一些许多的协调 包括金融时报今天还做了一个大分析 所以现在以色列乙军跟真主党之间的一个武力编排情况 所以他还出现了一个武力图 说在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 以色列精心计划了很多的攻击 他对于黎巴嫩主要是要找出真主党 他们实际部署弹药的这些武器库 而在之前 他们都说2006年之前 他们的一个交火 当时的乙军呢 是相对比较自大 他们自己检讨自己 当时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武器装备呢 也比较先进 但是现在的他们可能更多的去依赖情报的一个精准度 更为深思熟虑的许多 但文中同时也说 现在的真主党的情况呢 也不是2006年的一个真主党 所以呢 但这块的一个情势上面 以色列啊 若是真的全面开战 以色列会陷入何种的处境 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一篇报道 因为拜登啊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他也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 拜登自己说 所以以色列现在跟黎巴嫩的情况 爆发全面战争 是有可能的 他说是有可能的 只是说他们现在还希望做各方的一个努力 不要进入这样一个状况 当然以色列陷入何种处境呢 文中呢 当然说了非常多的一些近期 后来有往的这些新闻信息的综合整理 但实际上呢 相信不论是什么处境 绝对不是让人轻松愉快的 而空袭黎巴嫩大开杀戒 以色列持续逼战 伊朗怎么办 联合早报还有提 伊朗外长提 说以色列已越过所有红线侵略 黎巴嫩将带来严重后果 这也是这几天一个消息了 已经有了 那纽约时报 说以色列的困境 他现在怎么办 他是要如何避免全面战争 同时呢 又可以保护好他自己的一个支持者 也就是说这一些 这几张的一个报道 是聚焦在当前伊朗的角色上 伊朗要如何维持 他自己的地区影响力 但又不能将当前的情势呢 也去支持推向全面战争 伊朗显然呢 是走在一个钢索上 包括呢 他的最高精神领袖 之前也提是 不愿意全面战争 他们不愿意受到 以色列这样的刺激 就做冒进的一个行为 包括伊朗 现在一个总统 也希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跟西方有做更多的一个接触 所以当前的情势呢 对于伊朗来讲 他有很难做决定的部分 因为他呢 同时呢 地区的这些抵抗轴心呢 也是要看着他 因此在近期 这个礼拜的情况上 或许不排除伊朗 现在私底下呢 确实是要跟西方接触的 而联大踏伐 大伤亡袭击 以美兽为攻 明报的报道 还有香港01 黎巴嫩真主党反击 为何不似预期 说内塔尼亚胡 是吃定了拜登 纽约时报看 说现在呢 美国跟法国 他们正在起草 一个计划 就是希望呢 能够让以色列 跟黎巴嫩之间呢 暂时停火21天 说布林肯呢 在联合国大会的期间 非常的忙碌 走窜了非常多国家 主要就是希望呢 能够促成这样的一个 停火协议 问题是过去以来 有很多的停火的建议 但问题是内塔尼亚胡 他如果不理的话 美国也是压不住 所以在这一次的 联合国大会上 当讨论到 像现在俄乌战争 未歇 再讨论到中东局势 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地区 困难的时候呢 那美国的角色呢 是受到很大的一个 一个关注的 另外再看 这个是日本 日本海上自卫队 船舰首度通行 台湾海峡 不过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前 先拿到了一个 比较新的消息 但是这个海上自卫队呢 还没有对媒体 去证实跟说明这件事情 以及美媒 尽管中国警告 美国中程导弹系统 将无限期留在菲律宾 还有美军的F35B战机 将在联合训练中 飞至他们的这个 自卫队的一个新田园基地 以及美国着手解决 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弱点 叫后勤补给线 好 这些我们看 每日之间的军事合作 每日之间的军事合作 从这个美军出动F35B战机 因为它最大的特性 就能够垂直起降 这个部分显见 美日在合作上头来讲 它不但有广度 它也有深度 同时呢 在日本这边也希望 要采购F35B战机 肯定的难度也是比较高 是需要时间 美国大选的动态 副总统辩论要开始了 说呢民调呢 万斯 他这个万斯对上沃尔茨 共和对上民主党的 这两位副手候选人 但是呢 这个民调上 万斯的支持率是低于沃尔茨的 以及艰难起步之后 万斯现在成为特朗普的政策攻击权 还有消息说 希望扳回颓势共和党 这个特朗普啊 能够再变一场 无论如何 有许多的专家说 美国自己的学者评论 这一次啊 10月1号要登场的副手辩论 可能也是美国大选史上 最重要的一次副总统辩论 因为之前呢 大家看的是主帅啊 在这个副手的部分 尤其是万斯近期的一些表现 他到底在这一次的辩论当中 会是帮特朗普成为一个助攻员 还是反而拖他下水呢 接着我们做国际速报 速报我们看联合早报 情报部门 伊朗要暗杀特朗普的威胁 真实且具体 经济日报 贺锦丽竞选办遭枪击 喂酿伤亡 好 这个情报部门主要是 这个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说 美国的国家情报部门总监 这里已经给了他们一个说明 说呢 确实这个威胁呢 是真实且具体 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么接下来 在他的一些防卫上 那这个部分呢 就会更受关注 因为比如说包括 之前特朗普的团队阵营 质疑 美国的情报部门呢 在他许多特朗普出现的地方 那并没有呢 做很好的一个保安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呢 可能还有一个责任的厘清 但贺锦丽这个事情啊 是发生在亚利桑那州 亚利桑那州 这个地方 因为在当前 美国媒体的民调当中 七个摇摆州里面 贺锦丽啊 说哈里斯 跟特朗普呢 他们是各占三个州的赢面 都是略显胜对方 而亚利桑那州这个地方 目前呢 是特朗普 小赢 这个哈里斯 普京更新核武原则 永和国 躺支持或参与攻击 俄罗斯将遭核子打击 因为他的说法呢 是说如果啊 他们遭受到是威胁 他们主权的常规攻击 不过这个话 不是现在才说啊 他之前已经说过了啊 另外还有联合早报 王毅借乌克兰问题 攻击抹黑 中国不会得逞 还有路透社指 俄罗斯秘密 在中国建无人机工厂 白宫称关注 中方回应 我们看到这个回应的部分 主要是表示 因为中方对于无人机 或无人驾驶飞行器出口呢 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的 不过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消息 再来看大公报 王毅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 唯一可行出路 这是他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 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的时候 所提出 还有特朗普斥责泽连斯基 说据与俄罗斯打协议 每次访美都带走数百亿美元 以及在这次联大上 这个泽连斯基希望大家呢 不是只要当前的情势平静而已 他是希望应该要更多的 跟乌克兰站在一起 一定要真正为他们带来 公平正义的一个和平 好 现在眼下看起来呢 是本来特朗普这里呢 不排除跟泽连斯基见面 但他说现在也不要见了 因为他批评泽连斯基呢 就是一个大的推销员 每次到美国呢 都带走数百亿美元 而这次联合国到底 能够为俄乌促进什么样的 一个谈判进展呢 也各方都在看 所以刚刚一开始 我们说各方眼光都盯着看 今天这个是金融时报的 一个投版消息 不过后续还要观察 主要是说美国的这个FBI呢 他开始呢要去调查 他们在硅谷啊 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投资公司 认为说跟中国这个部分 有资计往来 他们会联想到 对科创企业的这个影响 这个是美国司法部门 说要起诉Visa 为什么呢 因为认为他可能要 垄断美国的消费市场 用排他性的协议方式 去提高成本 最后会转嫁给消费者 尽管Visa否认了 所有的指控 这个施济贤 也就是斯塔莫 英国首相也是工党领袖 哇他这一次很糗啊 在工党的一个大会上面 他在说话的时候 主要呢是提到说 对袈裟停火的这件事情 但是呢 他说让袈裟停火 而且但是要拯救 所有的人质 但他把这个人质 hostage 说成了sausage 香肠 但他当场反应很快 他就把这个香肠 赶快改成 人质的正确说法 但是已经在英国 很多的政论节目 都已经都拿来 这个说了一番 而且包括他的对手政党 也拿来做一个批评跟嘲笑 日本自民党民选总裁 三强鼎力 照片上我们看到 就是石破茂 这个高市早苗 还有这个小泉 静次郎 他们才两轮 两轮投票 如果都没有过半的话 就会推进到第二轮 但是第二轮会以前面 两个票数比较高的 进入到最后那一轮 但是现在小泉 静次郎呢 他的这个支持率 听说失速掉到了第三 原因就是因为 他之前要政治改革 不要派罚 但是他要去建了麻生派 去希望呢 麻生派 麻生太郎能够支持他 所以这一点呢 就被这个支持他的人呢 开始呢 也是对此感到不满 中华聚焦 明报 时隔44年 中国向太平洋 射洲际导弹 国防部称 不针对任何国家 那么专家于是在研判呢 到底是哪一行 包括联合早报 大家各项面都在看 这个飞行的路线等等 因为在这一次呢 主要是在周三的时候 解放军 火箭军 他做了一个 这个向太平洋的方向 射洲际导弹 而且上头呢 有斜载 这个模拟训练 训练的模拟弹头 当然呢 也没有公布型号 但是专家来看 这样一个图 说呢 可能在广西这个地方 是用移动车的方式 来做一个发射 大概呢 这有1.2万里 你看到这个红线的位置 有1.2万里 而且最后呢 导弹是精准的 落在原先所设定的一个 目标的一个落点 飞行 那么在这一块呢 专家现在研判说 这可能是东风41型的 A型导弹 解释 而且在之前 这件事情 也是有通报相关的国家 比如说包括美国 跟澳大利亚等等 另外新岛日报就注意到 这次啊 在9月25号 回看过去 有多项的军事里程碑 似乎啊 都喜欢选在9月25号 除了这次我们看到 另外呢 还有说最早 我们可以看到 当这个 从苏联时期 瓦格良号改良 改建成这个 中国第一艘航母 后来是命名为 辽宁舰 当时呢 在大连正式交付的时候呢 也是9月25号 这个日子 而且追溯到更早啊 中国的轰武轻型轰炸机 当时正式飞翔天空的时候呢 诶 当时那个日子去查 也是9月25号 而在这一次的这个情势下 中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美国国防部 称事前已火通知 认为这个很好 是一个很正很好的动态 是减少误判的一个做法 那联合早报说 新西兰呢 则是说 令人不安 日本共同社报道 说官房长官称 中国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前未向日本通报 不过这个部分 要打一个问号 看他从哪个角度说 因为日本的海上自卫厅呢 是有对媒体表示 他们事前有收到 中国的航行警告通知 说在周三的这个时间 在南海菲律宾 旅送到以北海域 跟南太平洋这个地方 可能会有不明的太空碎片 所以呢 而另外的官方长官 说的这件事情 但是也不排除 因为美国有事先收到消息 我们要知道 美日现在的军事合作 特别是照他们口中说的 这么有自信的一个情报网 那虽然他这么说 但不代表美国 并没有告诉日本 另外在这个中国 对欧洲的一些沟通上 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 是一个很好 重要的一个外交场 王毅跟德法的外长 会晤实质 贸占不利中欧 商务部也表示说 美污蔑 华联网车不安全 这是经济胁迫 现在还有消息是 加拿大也要严禁售 韩华技术的网联车 好我们先看 这个王毅呢 跟德法外长会晤 当然持续做沟通 因为核心是 你这个部分呢 并彼此之间没有办法互利 那肯定呢 对于供应面呢 都不稳定 更多的专家去研判 其实因为对于欧洲来讲 它可能很难 在很短的时间内 去把它那种燃料车呢 过渡到电动车 它需要一点时间 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 结果眼上 其实更应该跟中方的车企 开展一个很好的 一个技术合作 那么否则呢 这个全球产业上来讲 因为中方企业 已经占了很多的优势 包括技术啊 供应这整整整 是一体一整套的一个发展 至于加拿大这个动作呢 常常就是美归加随 但呢 有专家就别觉得说 因为实际上在加拿大 并没有中国本土品牌的 这种网联车跟纯自动车 有的是在中国制造 然后出口到加拿大的特斯拉 那是美国品牌 但是呢 所以加拿大这样一做 那如果照他们的逻辑 他们是不是连iPhone 都不能够用了呢 两岸之间大公报 国台办统一是大事 分裂岂能长 民进党当局 致台胞与台独引战险境 必遭失败 主要是因为国台办 他的例行记者会上 对于近期的动态 媒体的提问 做了一些答复 受到的关注 信报 赖畅 以备战 避战 被砰害台 有立委就促勿成 一时之快 连累百姓 中国时报这里 主要是一个研究学者 就观察到赖清德的台独冒进 认为说近期 他的一些操作呢 是在一个危险的一个边峰上 首先他可能掉入了 美日的他的一个布局 另外呢 也要增加自己的武力防卫力量 但这件事情呢 就充满了很多的刺激 特别是跟美之间 这个北京向来反对的 一个军事的联合 这个合作跟对话上 那最后呢 就是他们观察也担心 说赖清德呢 他可能要扩大 他自己的政治版图 要增强他事实 台独的这种正当性 因为在选举当中 他大概只有获得四成的选票 也不是说过半数的这个名义 所以接下来呢 接续有许多一个操作呢 都被许多的研究学者关注 而且深感忧虑 国台办坐高铁过台海 会实现新报的标题 及明报 27路客赴金门旅游 国台办十一将迎高峰 以及望报一篇社评 要客机 不要站机 要商机 不要危机 这也是在国台办的记者会上 一些新闻点 主要呢 是因为之前挪威的首相 他访华 然后在高铁上接受访问 引起了很多话题 所以说 有台湾网民呢 就留言 不知道之后呢 可以坐高铁 在两岸观光 那么所以呢 国台办的发言人 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回应 说啊 这个两岸同胞 如果齐心努力 意思是这样啊 这两百里的公里的 这个两百 这个台海之间啊 这两百公里的距离呢 可能就可以清零 但是之前呢 大家也关注到 因为福建这次逐步开放 就让大家 陆客可以到 金门跟妈祖旅游 但是呢 在妈祖啊 开放当天只有17人 那金门这里呢 开放当天来的自由行 也只有27人 哇 这跟疫情之前呢 这每年平 每月平均 甚至有到5000人 这个高峰情况来看啊 差异很大 所以文中就分析 这个核心啊 还是一个目前 当前两岸之间 对于和平的信心的 这个影响的问题 好 还有这个美台军售的 辣话题 信报美台商会会长 和合作制务 难执行 以及美书台过期军备 国台办表示 甘当提款机 还收破铜烂铁 台湾沦为妻子 近期因为有26家 美国的军工企业 到台湾要洽 他们要去谈生意嘛 讲那个军工 合作武器生产等等 我们之前也有提 他对于这个无人机 也特别感兴趣 不过呢 这个美台商会会长 在这个会议闭幕的时候 他也语重心长 说了很多事 他说你这个长期以来呢 包括还有很多技术过渡 成本等等 有很多的细节 要谈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之前台湾的媒体 也大肆报道 就美国售台的军售 有很多呢 它是过期的 甚至发霉的 在引起了很大的一个抨击 为什么钱是这样花 花到哪里去 但接下来来看 因为美台之间 即便是有这样一个 武器的合作 高精尖技术的武器品 也不可能在台湾 进行合作 另外 中国时报 G7外长 挺台参与国际组织 拜登联大 重申维护台海和平 这个 这个相关的报道也提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在这次联大的 会议上头来讲 因为主要呢 拜登在台海和平上面 还是口说 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但是呢 那事实很多很清楚 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的方式 到底近期是谁不断的利用台海制造事端呢 接续我们做中华速报 速报 经济日报 政策冲袭股会 A股再涨 人币16月高 新报这里更说 离岸人民币升破七算 于一年来 最强 这主要是受到了 美国减息的影响 现在更多的呢 主要看到这个资金的流入 不过在人币的给汇率上 有关部门还是表示他们也会观察市场的脉动 主要呢 还是要维稳在一个合理区间 那现在亚洲银行 孤入 GDP 还有一个数字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是提应 因为现在亚洲的这个GDP 当然跟疫情比起来 开始来维稳 通膨也稍微比较缓和 但是主要在这个当中 担心的就是美国保护主义抬头的效应 还有防大规模失业 国务院班24举措 明报标题 经济日报 国务院是充分就业 为经济发展优先目标 以及信报 中心内防政策进入效果观察期 这防大规模失业24举措 很多项目 主要是包括开辟更多的就业渠道 同时也要做好之后的很多照顾 显然在这个方面很关心 还有要讲宇宙看得更远更清楚 中国天眼核心证试验样机 开工建设 信报说 中直接说这是升级 中国天眼升级 增24台小天眼要做一个协助 但是呢 在核心大也不避讳的时候 他们提 还有一些比较高难度的一个技术呢 也在很多的这个科学家 学者当中努力要做突破 在港日校演练加强保安 以及华驻日使馆提醒赴日旅游提高防范 明报深圳被杀日同学校 未复面授家长不安 这是近期大家持续关注的一个社会 情势的消息 但之前我们也看到中日两方的一个沟通情况 明报 监考员任图拓 补习生意 卸试题 这之前 因为香港这DSE考试 这个影响呢 稍微有种泄露考题的方式 引起震惊 因为这个法律也介入做调查 但新岛日报也做了这个报道 不过我们看到了标题 他说因为DSE试卷上传小红书 女监考员任 为补习生意犯案 其实他这样的一个标题也不是很理想 在我们做媒体操作来讲 因为你这很容易误读说 好像变成女监考员任为补习生意犯案 但实际上意思不是这样 是女监考员任了 是为补习生意犯案 懂得这件事情 法律也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了 新岛日报 全程欢腾迎接安安可可 那现在呢 香港官员希望香港商界 要善用机遇 而且有专家说 他们明年呢 可能就可以是繁殖 或起刚铺 政府盛事定位不清 欠配套200多个项目 属低层次 应聚焦高价值活动 再看黄金周 料只有九二团防港 业界唏嘘 这主要呢 都是规划的问题 对于香港来讲 都知道他们希望呢 能够拼上 能够做很多拼经济的事情 但是呢 不能够无数武器而穷 你的强项在哪里 很多的发挥 包括盛事经济的界定是什么 你的硬体配套 你的人员管理 硬软体之间的一个配合等等 但是像这样子的呼声呢 无非都是希望呢 在香港这里落地发展 有许多可以更好 而这个事情看台主人两岸伴侣 同婚 录制不服 民法典 原因是台湾的陆委会提 同性伴侣第三地结婚之后 在台湾这里户籍 做登记结婚 但问题是你要放弃 在大陆的户籍 可是民法典 大陆的民法典规定 你如果要放弃户籍 你的理由要能够合法合理 但这件事情 目前是并不符合 大陆民法典 所以他的国台办做了说明 不符合法典规定